花蓮好境近在回南 111年花蓮县体育会办理年度体育赛事记者会 2号在县政府的大礼堂盛大举行 由花蓮县长许正为亲自主持启动仪式 并且宣布花蓮县县长杯 花蓮县乐活杯 以及花蓮县主办各项全国赛事 即太平洋杯系列赛事等 总共80项的体育竞赛活动盛大展开 花蓮好境近在回南 111年花蓮县体育会办理年度体育赛事记者会 2号下午在县政府大礼堂盛大举行 由现代许正为亲自主持启动仪式 现代许正为表示 除了培养体育拳手之外 也让体育节和观光 成为一个产业链 在去年将近有100多场的赛事 代表有100多个主视觉 可以产生相当多的设计人才 以及相关产业链等等 让运动赛事带动人潮 在花蓮带动经济产业 形成正向循环 逢步发展 四千多人我想对于整个花蓮的观光 淡季不淡 刚过完年 而淡季不淡 另外也让整个产业界能够活络起来 其实这是我们一直不断地在推动的 从去年将近100多场的国内 或本线的赛事 其实我都跟汪景德理事长还有教育处 就是说100多场的赛事 有100多个主视觉 而我们主视觉可以产生我们创造花蓮 多少的设计人才 设计的能量 以及我们相关的产业链 还有行销 以及从外面来的运动选手家人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健康观光产业 现在学队表示 花蓮是健康内护的体育大线 幸福每年积极筹划各项运动赛事 培育优秀体育人才 根据有今年度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在花蓮举办的机会 积极改善在地运动基础设施 提升符合全国的标准 幸福将以体育运动休闲带动观光发展 全力推动全国瞩目的大型赛事 让喜爱运动的全国各地朋友们 享受在花蓮比赛的过程 记得请欢迎黄色的老